为了迎恶物战争 昨天卫福部召开专家会议 开始讨论战略药品的相关业务 全动法才上完修法 现在中央大动作要购买外商用医疗物资 难道全民国防又动起来了 这跟民间急救责任医院所储备的存量是相同的 去年12月当时的行政院长苏正当 指示要储存战略物资行动 根据111年度中行政院整合四部会 动之上议员来购买外商用医疗物资 但动用的是第二预备金 并不是一般年度预算 被质疑有规避审查嫌疑 买这个外商用药 它真的有这么紧急吗 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武器装备 花了甚至千亿或者甚至上兆 我们都没有办法如期如指的取得 这些你都不紧张 第一次的时间点 里面利用预备金我们可以接受 等到未来我们了解详细的需要之后 就应该用公屋预算来编列 以备让立法院来详佳监督 强调要应变国际情势 但现在大动作为战争预作准备 学者点出核心问题 应该要先全力避战 认为出现战争风险 或是兵凶站围 这样的几率是比较高 备战之外呢 我觉得在前端 所谓的风险控管 冲突的避免 还有尽可能谋求两岸的一个稳定 这一次超前部署 就怕发生战时无药可用 TVBS新闻华少平年轩 台北参谎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